游灯中的父亲 作者 石冰 一盏游灯 陪我走过了一段最孤寂的路 而今游进了灯却未枯 他俯身在病重的父亲踏前 流着泪读出了这首小诗 床边的小桌上 一盏小油灯点缀着微弱的光芒 在两个男人长短不一的呼吸中 摇曳不止 这盏小油灯比他还要年长 这是父亲当年下乡时 母亲送给他的 只是在他的印象中 母亲的形象早已模糊 他给予他的温暖 甚至还不如这盏小油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在短暂的知情生涯结束后 父亲带着他回到了城市 陪他一起归来的 不是母亲 而是这盏小油灯 从此后 母亲成为了一个陌生的名词 关于母亲的去向 其中的真相不甚寥寥 只在父亲的一次酒醉后 稍险端倪 那一次 父亲喝得人事不知 却死死抱着那盏小油灯 他一次次小心翼翼地 为他添加灯油 却因为醉眼迷蒙 一次次将灯油撒在地上 最后 父亲突然哭了起来 他嘀嘀啼着 嘴中不时掺杂着 模糊不清的话语 父亲说 走就走了 为什么要留下一盏灯 留下这个念想 你知道吗 孩子都这么大了 还没见过娘 那一刻 十年六岁的她 就在不远处的床上假妹 父亲的话 更加坚定了她心中所想 一定是母亲 抛弃了她和父亲 可狠心的母亲 却留下了一盏灯 让父亲在无尽岁月中 守候着孤独 从此 他恨上了那盏油灯 很多次 他想摔碎这个乌黑破旧的铁疙子 可一想起父亲 小心翼翼为他添加灯油的模样 他就再也下不了手 或许是发现了 他有毁坏油灯的想法 父亲更加珍视着燃油灯 除了上班 父亲几乎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每天晚上 把电灯关闭后 父亲会悄悄点亮油灯 无数次 他午夜梦回 都会见到父亲正在痴痴面对着油灯流泪 琥珀色的灯油 在灰黑色的油灯中燃烧 散发出雾白色的光 映照在父亲沟壑遍布的脸颊上 像一场梦幻般挥之不去 渐渐的他长大了 习惯了油灯的存在 他渐渐明白 油灯已成为父亲的一种寄托 支撑着父亲走过艰难的人事 这些年 父亲一直没有续闲 父子两个相依为命 其中的艰辛庆读难输 他不知道父亲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这一问 就像母亲的去向一样 令人费解 他发现 自己仍然有许多秘密 并不知晓 他相信 秘密就在那盏油灯里 因为父亲近乎疯狂地珍惜着这盏油灯 他清晰地记得 每一次父亲为油灯添加灯油的情景 父亲眼中充满柔情 双手微微颤抖着 一手将灯芯挑起 一手用油壶将灯油缓缓倒入灯槽 那一刻 父亲的神态与平日的魂恶呆板 判若两人 他神情专注 精神异议 他觉得 只有在这一刻 父亲才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终于有一天 趁着父亲上班 他悄悄回到家中 拉上窗帘 点亮油灯 他仔细观察着那盏油灯 认真抚摸着油灯的每一寸身体 竟然在油灯底部发现了一排小小的斑驳 那像是一行字 他翻过油灯 不顾滚烫的灯油流向手背 终于看到了那改变了他一生的八个字 小小油灯 点亮一生 这如真言般温暖深情的字句 没有任何落款 字体也并不端正优美 甚至有些歪歪扭扭 但当他看到这八个字 却立刻断定 这一定是他未曾谋面的母亲留下的 他看到 那行字虽然经历岁月磨石 却依然光滑而醒目 这显然要归功于父亲 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地抚摸与擦拭 以后的岁月里 他一直在思考这八个字的含义 却总是不得甚解 一直到去年 年迈的父亲突然病倒在床 按照父亲的要求 每天夜里 他都要将放在父亲床头的油灯点亮 伴随着油灯的一次次点亮 这些年来 关于父亲与油灯的点点滴滴 突然涌上心头 他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情绪在心头翻涌 便提笔写下了一首 关于油灯和父亲的小诗 他把诗读给了父亲听 听着儿子为一盏油灯做的诗 父亲哭了 你娘没有抛弱我 相反 当所有人都抛弃我的时候 是他收留了我 可是 他的命苦啊 你出生时 你娘大出血落下了病根 你两岁时 一场疾病就让他匆匆走了 他走前对我说 要我回城后 再给你找个娘 他还要我别告诉你 他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 他只留下了这盏灯 每一次点亮灯 我好像就看到了他 听着父亲吃力的话语 他不由地将目光转向一旁的小油灯 微弱的灯光中 他似乎看到了那个未曾谋面的母亲 他微微笑着 在模糊的光里凝望着父亲和他 恍惚中 他看到父亲竟也进入了那盏油灯 父亲走后 那盏油灯便属于他了 每个夜晚 他都会习惯性的点亮油灯 有时 他发现灯油不多了 便会为他添加灯油 添加灯油时 他目光虔诚 小心翼翼 他觉得 这个时候 自己像极了父亲 说明千万只想影响 让我说明千万只想去 踊对 我说明千万只想看 你自己像来